好 再来带你看看这个地方名义代表上演全武行的场面 花铃鑫会为了端午节到底要不要提早收会 引爆议员口角 结果吵架的劝架的最后火气都很大 在异常爆发推积闹成一团 我现在是一个临时主席 我的主席不够格 上会 带领主席敲下议事锤宣布散会 一走下主席台就和其他议员发声口角 你这很公平是主席 我都不要管 两人吵了正休 没有想到另外一名议员也来参议咖 两人先是互推 一旁的议员赶紧上来 拉人劝架 结果劝架议员公亲变事主 反而卷入战局 议会殿堂上演动作片 原来是花联议会有议员提议 缩短总咨询的议程 方便大家端午节跑胎 还没有结论代理主席邱永双就无预警宣布散会 也引爆冲突 都是同仁嘛 那我是要把他欠了 结果他们说 以为说我在推他 不是 一场冲突让选民看到全武行的混乱场面 也让议员的问证彻底失交 记者廖卫林 武采薰 花联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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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